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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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又到了上課的時間 上課的時間精神特別好 跟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一起在追求真相 所以我相信支撐大家 上這一堂長壽課的動機 是因為各位有一個行公益好憐憫 我不知道有沒有存謙卑的心 在網路上留言 很多人的心態都說 好戲好戲 當然我想站在一個選民 或者是長期被欺騙的 這樣的支持者的立場 或者甚至是不同立場的政治上的 不同光譜的人來講 這個心態是難免的 不過我常常提醒自己 作為一個媒體人 要把個人的好物放在一邊 當我們勸別人說 不要以人肺炎 不要以言舉人的時候 我們也要告訴自己 自己不要當那個 以人肺炎 以言舉人的人 今天的重點很有趣 今天的重點我們要講的是 有媒體的專欄作家爆料 說現在 英國倫敦大學已經展開了一個 私底下的內部調查 要來調查蔡同學論文的事情 好 這件事情呢 各位同學不要感覺到很興奮 我看到這一個報導的內部 其實心裡面想的是 蔡同學的手已經伸進去了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 成篇累讀寫信 就我知道 寫信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跟倫敦大學 查詢的信件 至少超過30封以上 而過去一路 從林環牆教授 在5月29號開始發信 一直到現在 好像一直都沒有得到太多的回想 要不然就是公關室的回覆 為什麼到現在突然會告訴外界說 他們展開內部的調查 我覺得有一點不尋常 因為 蔡同學的手真的伸得很深 那心裡面當然有一點點的不安 會覺得 你蔡同學又在搞什麼 你又買通了什麼 我想如果每堂課都上我們的課程 前幾天你會知道 蔡同學已經買通了不少的環節 而且大家注意一個人 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倫敦大學 有一個對外掛名叫COO的人 其實我蠻奇怪的 就是一個大學 怎麼會有個COO營運長 是不是可以對照叫做總務長 對台灣來講 這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英國的COO代表什麼東西 一個叫McGalligan的人 這個人呢 基本上是我們到目前為止看到 應該是有可能被打通關節的最高層 如果蔡同學 這個中華台北的國家機器 唯一在野餘蔡同學 我說你的本事 讓我在你這一次的論文事件當中 看到了國家機器的威力 這個國家機器的威力 竟然可以到英國去偷渡論文 而且還可以去改英國大英圖書館 跟倫敦政經學院的電子檔的書目跟內容還有作者 我證明了一件事情 千萬別小看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不想重返聯合國 不是因為客觀環境不允許 是主觀環境不允許 是自己不想 如果今天我們的外交部跟蔡同學 本著偷渡論文的那樣決心 鍥而不捨 看著魚兒往上逆流 我說今天 台灣的邦交國應該可以回到40個 能不能進聯合國我不敢講 因為那還有一點難度 但是台灣的外交成就絕對不如此 而我也要告訴謝志偉 謝同學 如果你這麼好管閒事 可以管到英國 還可以陪著去見David Held 還有Giddens 拿這樣子的心來做外交的話 今天我想 今天在德國的大使館 應該可以掛上中華台北的旗幟 應該沒什麼問題 彼此勉勵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 有一點毛毛的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專欄作家所寫的文章 當然 這個專欄作家也被黑得很慘 我先不說是什麼樣的一個黑法或內容 他其實 這個Richardson Report 是美國波士頓觀察家新聞網路的專欄記者 好 那這一位呢 基本上 你說這個Boston觀察家是什麼大報嗎 或者什麼大的網路媒體 其實不是 但我還要再講那句話 不以人費言 不以言取人 也不要去看說 這是一個小報 所以你瞧不起他 或者說這個是個大報 他說話就如何有權威 你就看台灣好了嗎 政經關不了 假新聞 俠新聞 應該這麼說 我們是自我解嘲了 還有 以前我們在民視的時候 我們做的那些所謂的網路上的報紙 其實 那個也沒什麼 你要說它是小道消息 狗仔消息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相對於像三立民視自由時報這些主流媒體 都被買了 都被摸頭了 所以你說你相信誰 這個很難講 尤其是台灣的媒體環境 我在台灣的媒體環境打滾了二十幾年 包括媒體教育在內 我其實深深的感到悲哀 每一個單獨的記者 至少我教過的一些學生 如果我們把它掺開來看 把它微分完了以後 你會發現 每一個單獨的記者 其實心中都燃燒著正義感 不然他們不會去做記者 因為其實媒體人是很辛苦的 以我的很多學生 以他們的能力才行 很多人都是第一志願進台大 然後第一志願進到台大新聞所 以他們的能力 他們其實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 他們可以去華爾街賺錢 他們可以去當政府官員 可以進去做外交工作 但他們選擇媒體 就是他們相信 第四權可以發揮一定的功效 但是他們進到了一個組織之後 全部被組織給壓制了 當年的理想完全不見了 我在看看他們寫的文章之後 我很懷疑 我常常懷疑說 這個人還是我當時認識的那個學生嗎 有的時候出於他們的無奈 有的時候是他們被內化了 你知道人喔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東西叫做 Cognitive Imbalance 就是認知和諧 認知不和諧 就是相關的一些理論 就是 如果你今天的機構給你下的壓力 跟你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時候 你又要維持你跟機構之間的和諧 你不是改變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去改變你跟機構之間的關係 那很多人為了五斗米遮夭 也不純粹是為了五斗米遮夭 因為人在心理狀態上 人都不喜歡衝突嘛 希望心理上的東西 越少矛盾越好 越少內部或外部的衝突越好 所以會傾向於自己去修補這些關係之間的平衡 所以他們就會傾向於慢慢去改變自己的看法 所以現在在台派媒體當中 最常見的一個看法就是說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東西比國家安全更重要呢 國家安全這個大帽子扣下去之後 任何其他的東西都已經微不足道了 那國家安全就代表了什麼 就是芒果乾啊 如果你選了韓國瑜國家就亡了 他們直接先把這個東西 變成所有論述的前提 當這個前提假設存在的話 我同意啊 假設票投韓國瑜 韓國瑜當總統 台灣就完了 那其他很多東西相對的就沒那麼重要 我同意啊 問題是這個前提假設是誰下的 他的根據是什麼 那只是把這個前提假設當成一個幌子 去想要讓大家不要去追究台灣的公平正義 就像當年的蔣介石啊 他獨裁的時候他的假設也是啊 沒有我撐著這個反共復國的基地 台灣就完了 就有南海寫書 所以這樣的故事沒想到 蔣介石用完了以後 蔣經國用 蔣經國用完了以後 蔡英文在用 所以你會覺得不知精細是何系 好 這個Richardson Report呢 你說他是一個網路的小報 一人報或者什麼 我沒有意見 那他在台灣呢 也是因為曾經寫了很多相關的調查報導 所以被黑 被主流媒體 被自由時報 被三立這一類的主流媒體呢 去黑他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內容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講到這個Richardson Report 他是美國叫做Boston觀察家的新聞網路的專欄記者 各位知道現在網路上的新聞 其實一人就可以成立一個新聞網 那是真是假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應該講說是真是假很重要的 重要的不是它的大小 剛剛講反了應該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我們進一步的要談的是 現在因為有了網路媒體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個自媒體 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的時候 地球是平的 去這個集中化的一個趨勢之後 沒有一個所謂的大媒體 就比較有權威的這樣的看法 因為很多的大媒體它也是幾個 有很多很多的小的這個獨立的記者所組成的 那更不要忘記以前那個最受歡迎的 Huntington Post 賀芬頓郵報 它也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這個獨立的專欄作家 跟專欄的媒體公稿形成的這個Huntington Post 好 那我們就來講這個Richardson Report 它在2010年曾經受過台灣的法治及政策研究基金會 還有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的邀請來台演講 因為它跟台灣民政府掛上了鉤 所以很多人就拿這個來黑它 其實我要講的是台灣民政府 在海外是有一些爭議 在台灣有一些爭議 但是台灣的檢調曾經用司法的手段 來對付台灣民政府 我先不說台灣民政府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因為坦白講我也是人云亦云 我也沒參加過 我也沒有深入調查過 但是從檢調用這個突襲什麼台灣民政府總部 什麼查到多少現金 然後大肆的發新聞稿 的這個手段 讓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單純 因為這個手法 人家不是偵查不公開嗎 然後去衝人家總部 然後大肆的報導 然後這件事情後來就不了了之 當然是台灣民政府的負責人過世 那可能很多事情就不調查了 但是這個手法 是典型的檢調配合政府運作的手法 但運作的動機是什麼 我不清楚 當然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證明台灣民政府無辜 或台灣民政府有辜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台灣民政府的組織呢 他們的理想訴求是對台灣非常正面的 但是它也是一個曾經被抹黑的單位 因為同是天涯淪漏人嘛 就像我們政經看民視 離開之後我們做政經關不了 我們也被抹黑啊 被抹紅啊 被抹各種各樣的來源 甚至連總統府的這個國策顧問 都具名出來抹黑我們 所以我並不覺得 被抹黑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我也不覺得被抹黑 被抹紅 就代表它一定紅或它一定黑 還是那句話 不以人費言 不以言舉人 好 那我們要談的是 就是剛剛講這個Richardson Report 這個Richardson他2019年 在這個時候他也深入去調查了 這個論文門的案件 應該說這個美國人 這個老外 一般來講 老外會對台灣事務這麼關心的人 不多 而且這些人多半都是不是mainstream 就不是主流的媒體記者 但是正因為大家對台灣內部的事務不關心 有這樣子的美國有人跟外國有人 彌足珍貴 但是台灣的媒體包括三立啊 曾經做了一集去抹黑他自由時報 也引用了東西去說他如何如何 其實這就讓我很感慨 其實三立跟自由時報 你們要自己反省一下 你們其實只是一個 當年你們嘲笑中國時報 要黨政軍媒體退出 還有什麼黑手啊 還有望中啊 還上街抗議啊 撕報紙啊 這些民間的所謂的媒體改造 學社媒體改造的團體 你們今天看看三立自由時報 跟當年你們嘲笑的 你們全力抵制的 望中集團有什麼不一樣 只不過就是換了個顏色而已 我非常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非常的痛心啊 台灣的媒體老闆到媒體記者 你們其實都被收買了 記者被收買了 是因為你為五斗米折腰 但是媒體老闆被收買了 我不能說他們被收買 他們是心甘情願跟政治掛鉤 以稅行他們在地方上 上下起手 炒地皮 變更地木 然後去獲得這些 巨額的利益的 一個手段而已 就是媒體指示 他們企業當中 用來獲利的 用公關來包裝的 用媒體用言論自由 用大意凜然 用台灣優先 用台灣價值來包裝的一個 企業的分布而已 這讓我非常非常的痛心 因為我不知道 每一個人 對媒體的觀點如何 很多人罵媒體 叫記者 叫Kijia 但是我其實對媒體 有深深的 向往跟期許 因為 相對來講 媒體的記者比較單純 他們跟真正的政治 跟黑金的勢力掛鉤的程度 遠遠不及立法院 遠遠不及黨派政治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的媒體的老闆 夠正派的話 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就舉個例子來講 民視在郭備宏當董事長這個期間 我們跟政治之間是畫得非常清楚的 中間有一條很清楚的楚河漢界 當然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楚河漢界太過明顯 太過清楚以至於遭到了蔡同學蔡政府的清算 但是我必須說 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挺深的說 至少在政經關不了 從來不曾拿過任何一毛錢的置入 或者置入的廣告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買到任何一秒鐘的發言 或者去阻止任何一秒鐘的發言 各位覺得說 那有什麼好炫耀的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政論節目不是應該就如此嗎 新聞不是就該如此嗎 我在這裡斬釘截鐵的說 在我從事媒體 當然早期的 我在台視的時候 那個不叫做置入了 那個根本就是政治的手 就是大辣辣的去控制了媒體 那控制的方法其實不是像現在這麼 這麼拐彎抹角 或者是這麼直接 它根本就是讓你內心產生一個小警總 它根本平常就不太需要管你 因為整個新聞部內部的氛圍 會讓你知道你的界線在哪裡 好 那麼在我在這段時間之後 台灣的民主化之後 台灣的報禁開放解言之後 其實沒有一樣媒體 或者沒有一個節目 沒有接受到政治跟金錢的影響 但是我可以很驕傲的 很坦蕩的說 當年在郭貝宏主政的民事當中 我們沒有 而且我們因為阻止這些金權跟政商的介入 我們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 有多少錢 白花花的銀子拿到我們的面前 要買我們的時段 要買我們的一個來賓的位置 都被我 被郭貝宏董事長悍然拒絕 我必須說 雖然後來我們被抹黑 被當天的打掉 把節目給斷掉 但是我必須說 就如同保羅在聲音上說 那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 該跑的路我們也已經跑進 我相信這一切 都有上帝的美意 因為如果我不離開民視 我就沒有辦法今天繼續做這個自媒體 因為如果我沒有辦法做自媒體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長期的 而且完全不顧市場的去追蹤一個議題 而且完全不在乎毀譽 也完全不在乎同仁或者來自機構的壓力 所以有利有弊 所以還是要感謝 我們能夠有今天這樣的一個自媒體的環境 我講到這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 就是這個Richardson Report 它揭露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在離台灣1萬公里的 這個歐洲的地方 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 就是英國倫敦大學開始著手調查 蔡同學的論文 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壞 我不敢講 好壞的意思是說出來的結果 到底會讓這個事情更透明還是更不透明 我不曉得 因為以前發生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很多事情都是 包括格達費的兒子的事件 還有其他事件 一開始的時候 整個校方出來扛 整個校方出來擋 各位不要忘記 是扛到後來扛不住 被找到了一個漏洞之後 才出來道歉 才出來校長下台的 所以古今台外都一樣 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單位 甚至個人 當你遇到了自己的這個危機的時候 通常你的本能 就像你的身體遇到了外部的這個 細菌或是病毒的攻擊的時候 你的本能就是你的白雪球會先出來抵抗 你一定會先出來抵擋外界的批評 直到你抵擋不了 確實的罪證如山的時候 你才會去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打擊 而進而反省 好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要回來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報導 到底說了現在英國倫敦大學跟政經學院 他們從事哪些調查 而從這些知為末節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到底哪些環節被買通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